日本的櫻花即将至热门赏鹰点京都 有个地方能够坐船赏鹰 粉嫩的櫻花倒映在湖面上面 就像是漫画的场景一样 而另外在山梨县的新仓富士浅尖神社 则是可以同时赏进櫻花 还有富士山景 画面一粉一蓝 还有繁花的点缀绝美缤纷 小船轻轻的在河上缓缓移动 片片櫻花飘落 随着水面起伏 河道举头是点点粉嫩 左右探望绿草点缀垂柳相伴 有如深处樱花河相当梦幻 日本京都最有名的赏鹰地点 福建十十周 游船所见景象美得超热门 福建十十周赏鹰最佳时间 是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 满开的樱花美景总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一睹 而过渡期的淡粉色樱花 稚嫩的在另一侧悄悄绽放 在绿草避水的衬托之下 显得纯净无瑕 怕抢不到京都游船赏鹰 还有棋域县穿越冰川神社后面的新河岸川 又被叫做小江湖穿越 潺潺流水顺着地势往下流 中间河道道印顶上樱花 宛如被樱花包围 穿过粉红色的河长达四百公尺 宛如甜蜜的恋爱漫画场景 一路享受梦幻景致 再来到山梨县新仓富士浅尖神社 视线越过中陵塔 视野远处的富士山静收眼底 底下是六百五十株樱花旗站 山色花香贡谱富士山景 而想看清楚这樱花的真面目 还得爬过三百九十八个阶梯 或长斜坡上楼 才能一睹富士山和樱花作用的千变万化 见证繁花与富士山四季变幻的缤纷色